这些线对好 就这些这一个是三星的 就对上这个孔是三个孔的 就其他东西也不会说同样的插口 就每一个插口是不一样的 反正不会插错 然后把这个电源线插上 后面有个开放 这样就启动了 然后党介面是这样 就这里是一个气泡笔了 介面就先点开 然后这边先点启动 然后这里可以选档位 有十个档位可以选 最高可以加到十 可以用手试一下这边的吸力 如果要吸力大一点的 吸黑头就是往这边拧紧 这样的话就吸力会相对较大一点 然后过水的话 就是往这边引松 引松它就自己会把水过过去的直 注意就是这边也一定要用手 放在这里 然后把它护进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这一个的话就是一个超级多保住的探口 这个的话也是一样 连启动的 然后有十个档位可以选 咱用水看一下这个效果 但现在的话它是可以冒烟这样 从视频上看的话呢 效果不是很明显 可以自己测试一下 往下的话这一个是BIL探头 就是有两个档的这个 BIL探头 它是一个微电提升的 也是一样 有十个档位可以选 这个的话就根据客人的承受程度 就是去调整嘛 这个是开始是暂停 都是一样的 然后这一个的话是一个摄屏 发热摄屏 上面这个是时间 可以调整 然后这里一样都是十个档 点赞品 返回 然后这一个是冰封头 操作方面的话都是一样 也就是这里十个档位可以调整 然后还有时间开始暂停 然后这一个是素养喷浆 这个的话就直接点开始就可以了 它是可以将一些产品 经由这些雾化 让皮肤容易吸收一些 如果这个长时间不用的话 咱就可以先点暂停 就不会说放在那里 然后一直在那 跌着 这样的话就可以延长这个仪器的使用寿命 然后这一个的话是面罩 点启动之后它是不会亮的 咱必须把这个能量调上去 这里也一样是有十个档位 然后还有就是下面这一个是调它的光 有七种颜色的光可以调 这个的话就根据操作需要来调整 这个光 然后再往下的话 这一个是这个水光枪 这上面的话第一个是时间 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剂量 调整剂量输出的 然后这里是一个很大的频率 一个速度 然后往下这里是退后 就是这个剂量退后的 地方只是装这个的时候才使用到 然后退的时候必须这里是启动嘛 咱必须是暂停的情况下才可以退 如果说你点了启动的话 你是退不了进不了 必须先停 然后才可以前进后退 现在是前进了 然后咱点开始 只要按下这里开光的话就可以开始炸了 最后一个的话是这一个震动口 它的话就是点开始 现在的话可以看到它是有在震动 然后就是档位 也是看个人承受 就是人量比较强的话就震动很厉害了 看个人试衣程度吧 也可以调小一点 调到零的话它就不会工作了 就是要调上去 好 整台仪器的话就是大概这样